初秋时节在河南交作沁阳市百香镇 冬瓜成熟收获 农户们忙着采摘搬运装车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 一大早 在百香镇种植户王立的冬瓜地里 工人们正趁着天气凉爽 将采摘下来的新鲜冬瓜装车 我今年种了六万木冬瓜 每天出货量都是三十万银左右 价格是每斤能达到七毛钱 非常满意 今年 王立的冬瓜采用套柱模式 每亩产量在一万斤以上 预计今年的销售收入将达到五百万元 独特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条件 使得百香镇特别适合冬瓜的生长 目前 除了王立种植的传统黑皮冬瓜 品质更高的黑皮钓冬瓜也迎来大丰收 只见绿色的瓜腕 缠绕着硕大匀称的墨绿色冬瓜 长势十分喜人 冬瓜经纪人范军伟 正在地头收购吊冬瓜 随时装车发货 据了解 百香镇积极引导村民发展特色蔬菜种植 打造黑皮冬瓜品牌 目前每年冬瓜种植规模近一万亩 销售市场遍布北上广等十多个省市